我们的陪审是我们中心的主任 新上任 欢迎 我再重复一下刚才大为说的 因为好多人没有来 你们看到我们的这个schedule 是我们发给你们的schedule 那我们有一点变化 那个3月30号是没有的 因为是剩周五 然后呢4月5月6月的第二个星期五 也没有课 你们记一下 4月5月6月的第二个星期五都没有课 也就是4月的13 5月的11号和6月的8号 可是我们加一堂到6月29号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 黄神父呢要给四个周末的workshop 那个工作坊 那黄神父下一次呢 会给我们那四次的时间 那你们可以选其中的一个时间 那个就是整整一天 所以呢我们没有缺 反而增多了 谢谢黄神父的付出 因为这个工作坊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能需要比较长点的时间 集中性的时间来做那些操练 这个是关于课程的部分 好 还有导师的部分 就是大卫已经说过 那之后我们还会分成组 每个月呢 至少聚会一次 至少 可能我们会增多 也许三个礼拜一次 谁知道呢 那会有我们灵修中心的 英大学灵修中心的导师们 会带我们 因为这一次的课比较特别是 有关于小团体 有关于共荣的精神 有关于怎么带领小团体 那所以呢 正好这个课程之外的导师聚会 就很重要了 因为那是个实习的场地 所以我们上课 不只是来上课 也要参加那一个聚会 尽量 一定要尽量参加 因为这很重要 好 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我们的黄神父 黄神父是香港籍的耶稣会士 不过他现在的工作 是半年在香港的圣神学院教书 半年在我们妇人的那个 神学院教书 所以他是我们的耶稣会士 然后他在香港呢 也成立了一个叫 香港信仰小团体发展中心 然后是在主教的名义下成立的 所以属于教区的一个机构 所以他培养过很多的 这个小团体的领袖 也非常有经验 已经有140几个 香港小团体领袖 我们知道香港教会非常发达 那主要得利于这些小团体 那这些小团体的主要得利于领袖 我所谓的领袖 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 我要做老大 然后可以带着一帮人去做事情 那个领袖的意思是 仆人的意思 我怎么样去用我的 共荣的精神 去影响别人 然后呢 在我的周围形成一个共荣圈 形成一个共荣的团体 我能够成为一个共荣的标记和工具 那这是我们所谓的领袖的意思 耶稣说你们当中做大的 要做你们的仆人 这个是我们的领袖的意思 所以你不要说 我做不了老大 没错 如果你做不了老大就对了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 给我们的黄神父 所以他要陪伴我们整个学期 我们特别感谢他 对 我们的中心主任要讲几句 为了坦克要先拜苦路 才可以到这边 好 这里欢迎到黄晴文神父 还有我也看到很多的新的面孔 好我们再次就掌声鼓励 我们每个人都花时间来这边 好 时间不少了 就再次欢迎黄晴文神父 也把时间就交给他 好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所以今天很高兴 能够在这边跟大家相聚 然后分享一些 我们有关建设信仰手团体的一些经验 那我首先开始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了解一下 你来参加这个课程一定有你的原因 你不来参加也必定有你的原因 既然你来了你肯定有原因 对不对 我想听一下你的原因好不好 所以我想听几位 讲一下 究竟我来参加这个课程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请用最简单的方式 几句话 好不好 所以这边有些麦克风 请人帮忙 讲一下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课程呢 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的名字叫陆珊珊 那我的想来是因为 我觉得希望能够 因为我影响我周边的人 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想法 那为了影响周边的人 好 很好 其他的弟兄姐妹 这边 我叫展熟知 那我是在周报上 无意间看到这个讯息 那他说如何成为门徒 如何共融 那怎么如何帮助唐区 怎么去对礼仪的这些 这些是我所欠缺的 所以这些标题的 我很想需要得到 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如何在唐区做服务 这是我的动机 谢谢 好 谢谢 所以要 随时想怎么在唐区做服务 非常好的动机 谢谢 其他 好 我叫陈明南 之前在新竹上过黄神户的 门徒的这个核心的课 那我很感动 所以我想 刚好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就 从新竹再来上黄神户的课 辛苦 你能够那么远来 我也非常感动 是 谢谢 还有吗 还有没有其他 愿意分享两句的 旅神户吧 旅神户 旅神户要说一下 我忘记了 旅神户是学生啊 跟你们一样啊 我来的东机是 如果 新竹上团体在新竹上发生打架了 我应该怎么处理 好 谢谢 关于这个各位的处理 这个与我无关 这样说 就是说 这边不讲各位的事情 不过我们会有些分析原则 应用这些原则 可能可以解决某些问题 不过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了 谢谢女神户 毕姓何 何必问的何 何杰 我从桃园来 那我太太看LINE群组里面有这个通知 然后 很多好友都来参加 所以我是来陪着太太来的 谢谢 这个 这也算过容的精神 你已经有了 是为陪太太来的 非常感动 这边还有一位 我叫李秀之 我的老师是那个任造章修女 他一直鼓励我要参加团体 那我就想说 我要参加团体 要知道怎么共融 然后不管是被带 或是去带人 我都想更多的学习 然后要知道怎么样在团体互相支持 互相给力量 互相帮助 这样 我想非常有意义 对不对 谢谢 我们学习怎么在教会里面 在团体里面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 共同建设基督的教会 非常好 好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要讲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课 这个很重要 你们讲了你的理由 我也讲了我的理由 先讲一下缘起 我想大概在三十年前 香港的书记 胡镇中书记 他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函 叫迈向光辉的十年目函 那个目函里面 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愿望 这是他希望香港 全面推动信仰小团体 因为他认为信仰小团体 是可以非常有效地 帮忙建设教会 教会这些基督的奥体 所以这个目函 对香港教会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 我对台湾教会的理解不多 不过我想理解的是 那个时候台湾 其实也差不多同样的时候 也开始推动一个基信团 这个基信团 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信仰小团体 基本上是相通的 名词不一样而已 信仰小团体比较是香港用的名词 后来我会讲 为什么我们叫信仰小团体 因为它有很多名词 它可以叫基督徒基层团契 它可以叫基信团 它可以叫基督徒 它可以叫教会基层团契 很多很多名词 也可以说它可以叫善会 有不同的善会 所以这个信仰小团体 都包含非常大 这些团体的总称 就叫信仰小团体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台湾推动 过去三十年 当然一定有一些 果实出来的了 但是还没有到普遍的地步 香港一样 所以我们曾经努力推动过 但是还没有到很普遍的地步 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努力 因为在19 在五年以后 那个迈向光芬学年部行 五年以后 香港就去做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报告 做了一个中期的报告 那个报告就是要研究 究竟在过去五年 从八九到九四 究竟这个信仰小团体 推动的情况怎么样 那那个报告讲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 它说 整体来说 距离目标上远 那它提出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教友流动 比较流动性比较高 就是说 因为在香港是小地方 所以教友很喜欢 这个礼拜天去A这个堂区 上个礼拜去B的堂区 再上个礼拜去C的堂区 那可能有人问 为什么他们喜欢这样子了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A的堂区 他可以听A的神父讲道 B的堂区 请B的神父讲道 C的听C的神父讲道 变成他听得比较广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因为缺乏了足够的领袖 原来这个报告 它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要推动信仰小团体 必须要非常训练有数的领袖 缺乏领袖的话 没办法推动 也推动不了 其实 很笼统地 分享一下 从1989到1994 这五年里面 香港的信仰小团体 大概出现了 大概500个 虽然不算很多 不过也不错 按数字来说 但问题是 原来建立信仰小团体 非常容易 你跑去堂区 给他们一些材料 然后找一个比较专业的人 替他们建立就成了 所以很快就建立了500个团体 但问题是 这些团体经过了几年以后 慢慢地有些关了 关了关了 所以重点是 建立很容易 但持续很困难 那为什么持续很困难 关键就是因为 缺乏训练有数的领袖 这是重点 所以我认为这个报告 他指出最核心的原因 就是缺乏领袖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大概在六年前 2012年 那个时候 我非常好运 我遇到一班职位教友 他们都是在推动 那个小团体很有经验的 有十几年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我就约他们谈 跟他们谈谈 有没有一个理想 我们要在香港教区 推动信仰小团体 一谈下来 大家有共同的理想 有共同的愿景 所以我们就决定 我们要成立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 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在香港教区 推动信仰小团体 不过这个机构 它不是一个教区的官方机构 它基本上是一个民间机构而已 因为我们觉得民间机构 有它的好处 因为民间的机构 它比较弹性 它比较机动性 好 所以既然我们有共识的话 所以我们就从 2012年开始 一起谈 怎么成立一个机构 所以我们 第一件事 就是我写了一个提案 给香港的主教 这是汤汉书记 这个提案就是 讲出我们一些具体的计划 怎么成立一个机构 然后推动一个课程 一个领袖培育的课程 那个提案主要 是讲领袖培育的课程 因为机构是后来的事情 我们先推出一个课程 就是回应这个五年的中期报告 缺乏训练有数的领袖 好 后来主教非常好 他邀请我们去参加 两个很重要的会议 一个是教区的牧林会议 在台湾翻成牧林 在香港翻成牧民 因为这是天主子民 为什么翻成牧林 是凡儿以前的思想 就是我们牧养人的灵魂 不过凡儿的神学 已经有一些改变 我们牧养的不但是人的灵魂 是整个人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现在我们比较倾向翻成牧民 因为我们牧养的 不但是教有的灵魂 而且教有整个人 就是说牧养天主的子民 好 所以我们去受邀请去 开那个香港教区的 牧民会议 那那个会议 有各方面的代表 当然主教跟副主教 助理主教都在 还有学校的代表 还有整个教区 不同阶层的代表 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所以开会的时候 我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 我介绍这个提案 主要是讲培养领袖的课程 主教跟那些代表听了以后 主教立刻给我一个简单的回应 就是你们去办吧 所以得到主教的肯定 我们就非常开心 后来 我们就收到邀请开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去教区的思多会议 因为这两个会议 我们需要介绍这个课程 所以在这个思多会议的时候 我们要向香港不同的夺区的守夺 所以向他们介绍这个课程 也得到他们的肯定 由于我们已经得到主教的律灯 所以我们就决定开办这个课程 所以我们在2013年初 开始第一届的信仰小团体领袖 培育证书 课程 我们是跟香港一个天主教的大专学校 叫明爱专项学院 我们跟他合办 我们这个工作的团队 负责所有的老师的找老师 负责整个课程的设计 负责所有课程的东西 那明爱学院 它负责提供场地 一个形象的支援 好 在2013年 我们 在9月份的时候 我们成立了 天主教信仰小团体 发展中心 这是一个民间机构 但是这个机构是在香港教区 正式 正式 注册为一个教区的散会 我们总共花了两年的时间 在写我们的会章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写一个会章 因为那个会章非常重要 那个会章就是定下整个发展中心的长远的架构 它的发展的路向 因为呢 假如没有一个健全的结构的话 我们这个使命没有办法开展出来 所以我们非常用心 也非常小心地定了一个可行的架构 也修改了很多次 后来我们得到主教的正式批准 当即成为教区一个散会 在去年 圣卡教区就给了我们一个办公室 在那个教区中心那边 所以这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 也是非常大的肯定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民间机构 能够在教区中心 得到这个办公室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恩典 我们非常感谢天主 也感谢教区的支持 因为那个办公室 让我们有地方开会 让我们可以接待客人 我们可以放一个图书馆 所以非常重要 这个也是教区对我们 非常正面的一个支持 我们非常感恩 所以基本上 那个法律地位就定了 那个中心法律地位 所以我们就过去 已经有五届的证书过程 毕业了 总共培养了 144位领袖 还有一点 这个证书课程 只是一个初阶的课程 我们还有一个进阶的课程 那个是一个文凭的课程 文凭的课程 我们第一阶已经毕业了 总共培养了28位领袖 所以今年 连续两个课程进行 第六阶的证书课程 还有第二阶的文凭课程 好 我跟大家分享这些 因为 我们做任何事情 不能从理论出发 我们必须从经验出发 如果在我们的过去的经验 这个推不动的话 那这个课程就不用开了 开也没用 因为经验如果告诉你 是推不动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推 但是过去 五年多的经验告诉我们 推动信仰小段 也是可能的 而且实际上 我们已经看到 初步的果实出来了 好 因为我们已经培养了 140多位领袖 所以我们有初步足够的 训练有数的领袖 在唐区里面 推动这个信仰小团体 所以去年 在我来台湾之前 我就跟这个同工 去拜访不同的唐区 跟他们商谈一些 合作的计划 到我来台湾之前 总共有七个唐区 跟我们发展中心合作 所以 算是一个初步的果实 香港总共有五十多个唐区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我们希望 在未来的五年 跟香港一半的唐区 我们合作 在一半的唐区 推动信仰小团体 所以这是一个五年的计划 因为我每年只有一半的时间 在香港 所以 也是因为我的时间的限制 我没有办法 拜访更多的唐区 不过这个我们感谢天主 因为 七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 是好的数字 对不对 所以是不错的 虽然没有很多 不过因为我从一个好的开始 非常感恩 我们怎么推动呢 因为我们的领袖都来自唐区 所以他们从唐区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毕业以后 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唐区 从什么地方来 就回到什么地方 好 但是我们知道 要培养好的领袖 不单是一个课程 一个课程是好 但是不够好 因为这些领袖 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唐区的时候 当他们实际上推动的时候 他们会遇到困难 也并不容易 他们会也遇到 有些人支持他们 有些不支持 有些明白 有些不明白 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 受到鼓励 也觉得心会意冷 所以他们遇到的情况 可以有一点复杂的 那为了长期支援他们的工作 陪伴他们的 所以我们中心有会员的制度 所以我们欢迎毕业的同学 回到我们中心 当季作为我们的会员 我们每一个月 会有一个聚会 有一个下午 那个聚会叫回家 因为这个中心 就是我们大家的家 所以每一个月 我们都回家 回家做的是什么 有四个部分 首先我们跟今天一样 敬拜赞美 因为所有的东西 都要从赞美天主开始的 敬拜赞美以后 就我给他们一些领袖的培育 所以在过去几年 我都给他们有关 医纳者领袖的培育 第三个环节 虽然他们已经毕业了 他们也学到一些 带领小团体的技巧 不过 还需要继续练习下去 所以他们 比方同一届毕业的同学 他们组成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就是一个小团体 所以他们回家的时候 这个小组 就用圣经来做分享 做生活的分享 因为他们也需要 由他们自己的小团体 支援他们 好 然后第四个环节 就是说 如果他们 在工作上面遇到有些困难 他们把这个困难 带回来给我们 我们帮忙他想办法解决 假如他们有好的经验 他们也带回来 跟他们的同伴分享 所以 好的也带回来 困难的也带回来 互相学习 互相支援对方 因为我们希望 毕业不是一个完结 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所以我们就长期陪伴 我们毕业的领袖 让他们知道 永远有人陪伴你们 你们不是孤独的 这样我们就过了五年了 所以 在过去五年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你说不困难的话 当然很困难 没有不困难的事情的了 但是因为困难 也因为我们人超越困难 所以特别觉得有意义 令我非常感动 我们毕业的同学 他们非常多的回答中心 我们刚才说 有144位毕业 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的 回答中心就会员 这个数据不少了 你可以想象一个学校 如果毕业以后 还有三分之一的同学 常常回来聚会 这个不简单了 对不对 而且 我们回来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强的归属感 大家觉得 这个就是我的家 这个中心就是我的家 所以我们要非常 非常强的团体的意识 所以每一次聚会 大家都非常开心 我们绝大部分的 回家的聚会 完了这四个环节以后 我们一同晚饭 那比方有重要的节日 圣诞节 或是过年这些 我们都一同晚饭庆祝 非常开心 所以我们在这个 回家的聚会里面 分享了很多喜乐 也分享了很多困难跟痛苦 这个回家本身 就是一个团体 我们从这个回家的聚会 真实地经验到 在团体里面的 幽浮与共 互相陪伴 在基督内 众人合而为一 有了这个经验 当我们的领袖 回到他们的堂区 才有力量走下去 所以这样很轻松地 就走了五年了 好 那具体来说 我们怎么去 在堂区推动小团体 我们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这边有跟大家分享 一个事实 也是一个 令人难过的事实 香港教区 每年可能有三千多到六千多人领时 每年都有些差别 可能有一年六千多 有一年三千多 平均大概有四千多 但是我们发觉了 十个人领时了 大概有七八个 过了几年以后就没有回来了 所以说 长期留下来教会的 大概两三个 有七八个没有回来 那这些不是很 不是很严格的统计的 统计的数字 不过大概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会问 为什么大部分领时的教友 都不回来 我们需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需要 对不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想在台湾 也有类似的情况 对不对 领时的十个里面 可能有七八个都不回来 那我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主耶稣的羊群 十只里面有七八只没有回来 这个很严重的情况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不能说我不管 不能不管 对不对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他就不回来了 我不能说不回来的信仰不好 也不能说很好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不过我不能假设非常好 虽然我不能假设非常不好 所以我要做的教训 要跟他们联络 有没有看到 我要关心他们的情况 我要了解他们的情况 我要看一看 我在什么方面可以帮忙他们 我不能假设 不管了 我不能这样子 对不对 因为这是主耶稣的羊群 好 所以我们要共同的理念 我们希望灵洗的教育 尤其心灵洗的教育 大部分都要留在教会里面 不过这个非常好的理想 不过实践出来不容易 所以我们怎么做了 我们的进行方式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不回来教会的教育 有很多原因 不过有一个原因 大家没有讲出来 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教会不够吸引力 你觉得我这样讲 有没有道理 有 所以原因可能有几百个 不过可能大部分原因 都是表面的原因 最核心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团体 缺乏归属感 不够吸引力 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理由不回来了 我很忙 我的儿女要补习 我学校有很多活动 对不对 我要陪我的奶奶 我要去旅行 很多很多理由 不过这些理由可能是表面的 实际上就是因为 缺乏归属感 教会的活动 不吸引他们 他们觉得教会 变成可有可无 反正回来就 参与一台弥撒 对不对 也不太明白弥撒是什么东西 后来我们会讲什么叫弥撒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